戴的渣布 伊尔福和柯达 这样 看好喽 看好喽 你可享受不到 走 走 看助理 助理 走 看看 因为你会带着你助理呢 对啊助理啊 助理终于来了 来 剩下姐姐来往里走 来走走走 那样逆光你看 还有相机 这是目前为数不多的 还用染料型黑白胶卷 现存的唯一一个了 希特勒名单那个胶卷 希特勒名单 希特勒名单是给他那个 今天我们俩 对今天我们两个 对 两口子对吧 哈哈 两个 猥琐大哈 猥琐大叔 然后同样的胶卷 不同的相机而已 一个是 670 一个是Mamiya 645 AF 用同样的胶卷 来就在这边6达6达拍完 对就把它拍一拍 然后写出来 对 看一看 所以 我们选一个吧 开始吧 一样的 一样的 好 这个怎么上卷的那个 就拍6-7吧 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自动 这是手卷的是吧 对手卷 大可见这边这 还行 所以是 不带那个厚度感觉 可以 看了 可以 提出来 然后 Mamiya 645 AF是带这个 叫 厚度感应的 所以 也没有 是吧 这堆 这个 撕他的点 这些东西 唯一的 唯一的问题是 一定要把这个卷卡紧 我竟然拿了一个昨天拍人像的镜头过来 然后Mamiya的镜头其实还是不错的 AF 是吧 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的切换 这个我真的玩了好多年还是可以觉得继续玩下去 这个手感这个声音 嗯 好重啊这个好重啊 然后怎么看这种东西 就半按快门就行了 啊果然是的 果然是的 果然可以的 拍一下 你这个太太远了 嘿 至少我拍了一张 这个真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觉得啊 完了你这是让我那个什么好吗 犯罪 饮用我犯罪 走吧走吧 走了 原来太大了吗 不是我这个镜头太潮了 过潮 没得外卖了 卖完结束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 卖完结束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了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了 没事没事 经常过了 我们经常过了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了 卖完结束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了 他觉得这个老冰棍 上午中的老冰棍 两个三元 赔本外卖了 卖完结束了 不好没有 有情绪 还有看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 至少不会有什么废品 我觉得 我觉得 再想点 至少那八 嗯 嗯 还有这个吧 让开你让开 感觉这个快门太让人不放心了 所以你用的所有进间快门比如路来 你3.5F不也很轻吗 对啊对啊就是这种 日本中华福报我觉得有四个厂家一定得说的 一个叫富士 一个叫玛米亚 一个叫宾德 一个叫布朗尼卡 然后咱们之前都叫他避浪之家 然后就先从我们手里这俩说吧 现在手里拿着呢是玛米亚的一台645AF 是属于比较早期的 这台相机呢 从源头上来说是现在菲斯XF的第一代 也就是它的前身 后来它还出过AFD 就是支持数码后背 但是其实这个也可以 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可以私信这位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弄 然后呢 这是一台645画幅的自动对焦的中画幅旁轴 然后我先把豆腐刀插上 看 旁轴 自动对焦的645的单反 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卡口和这个巨大的反光镜 真香 这是它的镜头 然后属于第二代镜头已经不是全塑料那个 就像刚才说的 玛米亚这个厂商的镜头 造镜头的能力还是有目共夺 说句不太好听的 你现在买CF上的很多 XF上的很多施耐德标的镜头 其实结构还是玛米亚从蔡司 从别的厂商超来的 然后施耐德稍微做一下 甚至有些就是玛米亚做的 还是一样的毕竟都是一家人了嘛 X是同步 然后带锁 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这个在蓬拍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像玛米亚这种厂商 其实它的灯光系统不是那么完善 所以你有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可以随便引非TTL的灯都可以 然后整个相机的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 比较符合我喜欢这种圆圆润润的 它也比较圆圆润润润的 都圆圆润润润 中年的生活都是圆圆润润润 嫂子也比较圆润润润润 然后因为刚才上卷的时候 给大家看过拆后背了 这玛米亚的机器呢 所有都锁了 其实我觉得做的都不错 你永远都不会是吧 有各种误触 然后它又不跟哈苏是 你要操作错误就出销问题就卡壳了 这个呢就是它会有意锁定 然后当你拿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已经把快门给你升上去了 就是原因就是它这个快门比较大 如果你拿下来不升上去 可能会把它碰坏 所以呢这就是很多日系厂商做的 比较符合习惯的地儿 也有可能很多人说 它就是做工不好所以怕 所以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这样对我这种 经常率帅的东西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我拍这个车子你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90毫米好多 就是我们香港 你看我们拿这种 器材的一些什么老法师 就围着花花草草围着自行车 哈哈哈哈 就猛咒 最后一张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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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样玩 这样 怎么样 怎么样更像老法师那一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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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Vlog里不要紧张好吗 来 也是在你的Vlog里我怕是吗 对对对所以 OK说一下刚才这个西红柿用的这台GF670 当然有一些 你也可能去看我介绍了 这是富士出的 但是是却上能做的 这台相机虽然看着各种不结实 包括我自己也说它不结实 但实际上它用起来没问题 这台机器从零下三十度到零上四十度 在这些情况下使用都没有出过问题 这还有天理吗 这么脆弱的一个破玩儿 当然只要按照是吧按照使用的规程去走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在这顺便插一句富士的一些中华服的一些东西吧 富士呢是日系厂商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华服厂商 它呢属于目前所有中华服厂商里产品线最广阔的曾经啊 然后呢它从有645 645有自动对焦的旁轴而且还有变焦的 这好像在整个中华服里是唯一一家 然后呢有6×6 6×7 所以更可怕的是富士这家伙还有一6×8 就是GX680 回头西红柿可以在这找一图 那是当年在中国垄断于中国的几个高端的 叫做影棚机非常非常不错 680和它用的都是电磁快门 很多人担心哎呀电磁快门会不会寿命不行 680影棚机当年拍那么多这么多年了 我据我了解是没有因为快门 电磁快门的问题出现故障 这个也是 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然后富士还有零首9 就那堆大莱卡 然后呢6×7也不止这一台 还有跟6×9一样的那个小一点的 然后还有612 还有617 624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真的看上去很酷 就是我拿到手的时候 算了很重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不会带出去 但是我真的很想买一个 但是没有钱买 好便宜了 然后其实还有宾德 当然宾德就属于我今天之所以没带原因 我只有它数码的和67太重了 这俩架起来估计也就跟那67差不多吧 最后一个就是布拉尼卡 这也是属于从645到67全有的 做的真的是不错 可惜已经死掉了 现在被腾龙收购了 如果说布拉尼卡哪个推荐的话 它每个项目都可以买 因为很廉价很好用 最后一台就是它的目前做的唯一一台可换镜头的645的旁轴 就是布拉尼卡的IF645 那个好像现在也不是很贵吧 如果你真的喜欢645 纵向狗图拍人像 可以考虑买一个 这玩意一捏就拿出来了 你给我现在装饰我也不太好拿去 我就得跟我媳妇解释 这个真的不是我买的 就是真的是兄弟借的 真的是哥们借的 真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用的这个 真的是我强迫它要去用的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用的比我更好 真的真的真的 你不能再打我了 你知道我们的Vlog 每次都是嘉宾去按这个 没事 我这个嘉宾拿的太重了 你用手帐 我帮你擦 哎呀不要 好吧 今天这样一个Vlog就到直接说了 然后今天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日系的中华服的相机 然后后面我会更多的去蹭这位兄弟的相机 蹭蹭更健康 对 说不定半年之后一年就真的是拍了大华服 对不对 不用半年 明天也许就行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Vlog就到此结束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给他私信也可以 我也会把他那个粉丝很少的一个账号 留在这个地方 大概 对 大家都去关注关注 好吧 那今天这样一个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好啦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好你做的 可以 好吧 好吧 那我们这个Vlog就到此为止 拜拜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尴尬 还行 好 那就拜拜 拜拜 然后再来吃 再来吃 我来说 我来说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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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